我們早上歡迎喬瑟夫 嗨 大家好 我是喬瑟夫 欸 現場有客家人嗎 每次連舉手的力氣都想省 有嗎 真的沒有嗎 你們最近過得蠻慘的 網路上一堆在攻擊客家人的梗圖啊 什麼的風遊而上 譬如說上次是什麼 為什麼你們都不喝溫水啊 你們多喝涼水之類的 小氣鬼喝涼水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說 你們會把那個 停在捷運旁邊的U-bike 直接當渦泉在那邊騎 不過講到騎士這種事情 我覺得以原住的來講 我們算是前輩嘛 那 最近客家人這一波 我覺得活該啦 當我們被說 1分跟於1.35分少火的時候 你們人在哪裡呢 我覺得社會偶爾需要一點種族歧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我們要靠族群認同 自我認知然後來知道自己是誰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 我們要靠種族歧視來知道自己是誰 譬如說 欸 喬舟夫你怎麼長那麼黑啊 你是不是還要去運動還要從浪 我沒有啊 啊你為什麼長那麼黑 欸 欸為什麼長那麼黑啊 啊我是原住民啦 想起來了 謝謝你的總部歧視讓我知道我是誰 像我之前有一次去試鏡一個電影 然後 我去試鏡的時候那個Casting 呃 不知道在場有沒有去試鏡過 就是會拿一個牌子 然後說 我這隻潮舟夫一百次公分五十一公斤 然後那個Casting就跟我說 你能不能再更原住民一點 因為我試鏡的是一個原住民的主題的電影 他說你能不能再更原住民一點 我心裡想說 你不滿足這個嗎 然後後來他叫我去試一個斑塊木 我說喔斑塊木 然後他就喊 喊去解釋說 那個斑塊木就是說 就是當初日本人他們在殖民你們的時候 他就對你們很嚴格要幫你當狗 我知道什麼是斑塊木 他就斑斑斑 他說 你能不能再更原住民一點 就是有種在上面剝削的感覺 然後 結果我沒有上那個Casting 他找一個漢人來演我的角色 這個社會真的是無時不刻都在用種族騎士來讓我認識我自己是誰 或是發現我新的一面 譬如說有一次我去剪頭髮的時候 那個洗頭的小妹她跟我說 欸你是原住民喔 呃 對啊 可是我媽說 我不能嫁給原住民 發展太快了吧 不過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不能嫁給原住民 他說 因為我媽說 原住民雖然很會打炮 但之前很會打老婆 等價交換你知道嗎 不過我從來不知道我會打炮 你知道嗎 我本來很沒志氣 你算是這樣講說 噢尷尬我會打炮 總之其實是好東西 我很不會講dirty talk 就是 講一些很 就是 就在做的時候我不太會講話 因為我覺得我 講話很尷尬 沒有看過 流出的講話的時候嗎 超白癡的 怎樣爽嗎 喜歡我的大雞雞嗎 喜歡我的大鳥嗎 然後那個人說 噢對喜歡 我不想要當那個人 你知道嗎 有多少本事說多少話嗎 好不好 還有一個是 很有名的 那怎樣 喜歡漢漢的雞雞嗎 喜歡漢漢的雞雞嗎 漢漢 你已經過了 趙劑屌叫雞雞的年紀了好嗎 Shut the fuck up 不要再叫漢漢雞了 所以 可是我最後想要練習 怎麼講一些 色色的dirty talk 然後 可是 要跟誰練習 後來就想到 跟聽不見的女生練習 應該蠻好的 你講再爛 他也不會覺得怎樣 沒有人會尷尬 你可以講熱門想講的是 怎樣 我來教你大碗 客家人 講什麼 沒有人在打碰頭頂的好不好 聽眾一點 就是怎樣 你爽嗎 大鳥嗎 啊 說話 是不是比你爸還要大啊 啊 你只要記得行走的方式 可以省下 身體熱量百分 60的熱量流失嗎 蛤 你知道亞馬遜的大火 你知道大火嗎 大火現在少很多 雖然瓜姐說的都是炒作 但是 你不用瓜姐環保嗎 啊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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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跟哪一位 哈哈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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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 有刺青的女生有點遐想 但是直到後來 我看到一個女生她有刺青 就完全毀到这个想象 因为他刺的是阿嬷的脸 在胸口 他做的时候就 他阿嬷全在这样 我会把它翻过来 然后把阿嬷的脸擦掉 可是我还在做一做想一想 不对啊 这样我就输了你知道吗 把它翻回来 一直盯着阿嬷 然后阿嬷就这样 我就 然后 伸在阿嬷的脸上